1970年 德國巴伐利亞的小村莊 一名17歲少女安娜利斯 長相清秀 亭亭玉立 但豆蔻年華卻罹患癲癣 她接受精神治療 情況稍稍改善 直到她申請上文大學 生活開始變調 有一天安娜利斯 為了撿起母親送給她的項鍊 突然全身僵直 重摔倒地 原以為可能是癲癲八座 沒想到接下來的狀況 詭異至極 行為舉止脫序 完全超乎常理 接連換了好幾位醫師 都沒有效 更可怕的是 安娜利斯開始自殘 父母親擔心女兒受傷 只好用棉被泡棉 把家中所有的支柱物品 全部包裹住 而且安娜利斯變得異常暴力 家人簡直嚇壞了 正當大家不知所措之際 有人建議請神父來驅魔 沒想到神父一到現場 安娜利斯完全失控 當年被教廷指派前去驅魔的恩斯特神父 不敢置信眼前一切 他拿出錄音機 清楚錄下這段聲音 明明是女兒聲卻清楚發出詭異的男聲 現場所有人頭皮發麻 緊接著這個男人說話了 苦無對策之下 只好請神父再度來驅魔 結果才隔幾天沒見 安娜利斯完全變了個人 個性害羞的年輕女孩 變得兩眼無神 眼窩發黑 就在這事後神父發現情況不對勁 立刻拿出十字架 這一段對話錄 在驅魔儀式中 安娜利斯總共發出 六個不同男人的聲音 驚人的是這些所謂的惡靈 除了因為嫉妒 殺害親兄弟的亞當長子 該隱之外 還包括了暴君尼禄 因為賭職遭到觸及的法國神父 出賣耶穌的猶大 納粹頭子希特勒 以及撒旦錄西法 整個儀式過程當中 安娜利斯不斷地用力掙脫 而且力氣奇大無比 甚至還要三四個大男人 才有辦法壓制住他 長達六年的驅魔過程 總共錄製了四十幾卷錄音帶 狀況始終沒有好轉 期間安娜利斯也因為只肯睡在石地板上 罹患肺炎 這是安娜利斯1976年7月1號 死之前的最後遺言 當時的她23歲 體重卻只有30公斤 像是個骷髏人 確定咽下最後一口氣之後 神父主動通報當局 沒想到檢調單位介入調查 認為安娜利斯只是罹患了精神病 卻因為父母迷信而害她送命 因此以過失殺人 將她的父母親以及兩名神父定罪 只是法外可憐判處喚刑 事實上外界解讀 法官其實相信安娜利斯的確被附身 這個判決後來也被視為 是對安娜利斯的敬意 這一位年輕女孩 勇敢向惡魔宣戰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秒